哈喽亲爱的各位老baby小仙女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咱们今天这一期啊 最近呢国民党内斗狗血大剧啊 不知道大家看的怎么样啊 我一个人看的是非常津津有味啊 非常开心啊 在我之前两期呢 做过的国民党内斗吃瓜大戏的这个系列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路走来到今天为止啊 张亚中之所以说啊要被送到考纪会了 结果呢啊又不送了 朱立伦出来说哎呀不要大家大家要和平啊 要碍于包容 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可以看到江启臣呢 还有张亚中啊 还有这个朱立伦呢啊 特别是这几个人不断在上啊 对自己有关系的一些地方来宣传自己 觉得自己也可以胜任国民党党主席 首先第一呢我要确定的一件事啊 我我我现在自我判断来讲 关于国民党党主席这个事情 高度能够胜选的有可能性就是说 这个朱立伦和这个乍中 那如果乍中胜选就意味着什么 如果朱立伦胜选意味着什么 这个其实都值得一说 但是很多人就会说了那你为什么不提江启臣和另外一个人呢 江启臣肯定是连任不了了 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呢就是说 在卸任之前为自己积累一些政治资本 那这个政治资本是将来应对大陆这边的政治资本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方便他卸任之后呢 未来可能会和大陆进行一方面的官方的一些沟通啊 因为毕竟呢最后啊 在卸任的时候你懂得啊 就跟马银九一样 都想为自己积累一些政治资本 那如果你赢不了的话 那何乐不为借花献佛呢 那么我们回到朱立伦和江启臣这个角度上来讲 对于朱立伦来讲 大家其实都心照不玄啊 就关于说包括在张亚中 在他的这个电视证件发表会当中 特别指出来说啊 那个朱立伦你要说清楚啊 你究竟是不是美国CIA的宪民 那关于这个事情我们之前我也说过啊 朱立伦回答的并不好 说句实在话 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说啊 在这个台湾岛内 所有搞政治的这帮人 只要干到立法委员这个层级啊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CIA的宪民 啊 IT只要有机会有想法 啊 不管是美国哪个部门 都可以把他们找过来谈话 而且他们乐于分享 这个是现实 这个不是说啊 他们在某些方面上效忠于哪个地方 就是现状如此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 甚至美国在与台湾政治政坛的这个影响力 当然也包括日本啊 日本的其次 美国当先 那么朱立伦不管能不能够胜任啊 我们要回到今天围绕着要说的一个重点 就是朱立伦不管能不能够这个胜任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位置 或者他不管他是不是CIA的宪民 他的基层党员 国民党的基层党员 国民党的这些人 他们注重的是什么 他们要的是什么 他们要的是一个可以团结 国民党党内所有多数派系力量的啊 最可以调动所有综合力量的这个人 同时能够尽量的领导国民党 近的胜2022 远的胜2024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要的是一个这样的人 对于这些基层党员想要选举的这些人 他们要的只是只有一个点 就是谁能帮我胜选 我就支持谁 当然了很多大陆人可能会不能理解啊 当然还是那句话 我们需要换个位置去考虑到 而不是站在这个大陆人的角度 去思考台湾人 这样你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想的 如果你站在台湾的民意代表的角度上来想的话 你就能想通这件事情了 他要的只是胜选 而不是什么 你喊什么口号都无所谓 假如说你明天能胜选 喊和平统一能胜选 那你就喊和平统一 这就是台湾政客的现状 所以你可以看到未来 在这个如果两岸未来面临统一的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人也会这样 这些台湾的基本的选民也会这样 当然了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们一定是倾向于这个渔情 所谓的渔情就是老百姓多数民意 那么在这个角度上来讲 除了你能整合正蓝的支持者 就是深蓝的支持者的这些人 你还要能整合浅蓝 甚至中间派或者是一些浅率的人 你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让你国民党能够夺回政权 这才是当务之急 这对于整个国民党来讲都是当务之急 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你可以看到朱立伦说的话 是不偏不倚的 他既没有过分的在言语上 过分的心进大陆 也没有在言语上过度的去刺激 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这个矛盾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如果要是站在国民党的利益上来讲的话 朱立伦应该是可以的 到目前为止 这几个候选人里面朱立伦应该是最合适的 可是当然有人说了 朱立伦心胸狭窄 朱立伦有些事做的不好 那是他个人出的问题 但是我们按照整体的形象上来看 还有具备的资源上来看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 再去说张亚中的事 张亚中这个人 我始终对于他来讲 我的看法是不是很好的 张亚中要的不是救全党 要的也不是救两岸 当然了 有人说张亚中这个满口的大意 就说我是舍弃 我个人的安慰 不为我个人的福祉 我就是为了如何如何 我要改造国民党 我要等等等等 我要如何如何 还是那句话 我们经常讲 人是社会性动物 你今天不是去把你自己的个人说的有多高尚 有多不沾染 世俗的气息 不吸人间烟火 不是这个原因 而现实的问题 你如何去处理 现实的东西 你如何去解决 就举个例子来说 张亚中对于他自己本人 个人在我的观点上来看 张亚中对自己的自身定位和认识 并不是很轻 但是我们要说一个人要做一件事情 必然有其必然有力所图 必然有他的正当性所干 那张亚中到底为了什么 在我看来 张亚中成就他自己 不管张亚中能不能选上国民党当主席 张亚中都会在两岸之间收获 他应该收获的名誉 那未来张亚中很有可能 在大陆这边他就会更吃得开 那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 那只有张亚中本人才知道了 为什么要这样 很多的台湾政客 对于台湾的政客来讲 台湾的商人来讲 对于他们最大的根本利益 就是两岸不同不独不武 对于美国的军火商来讲 也是两岸不同不独不武 对于台湾的所有几乎 可以在两岸之间 可以在两岸的现状之间游走 而从中余力的那些既得利益者 一定是希望这样的 包括张亚中 我相信张亚中在这个里面 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相信有一些知道怎么回事的人 应该都知道 这帮人在这里面都有什么好处 只有这样 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他们获得这个好处 两岸统一了 没有好处 没有特权 没有各种各样的谈 没有各种各样的帮忙 所以你会看到张亚中 为什么才会在和平备忘录 对大陆逾趋于求 甚至你觉得他有点 这个种 癞蛤蟆打哈气 口气不小 张口狮子大张口 张嘴就要 而他的所谓和平备忘录 根本没谈到统一 而是统一之前 你要给我保证 你要永远爱我 你要分给我的金钱 名誉 地位 财富 声量 排面 所有的东西我都要 但是我还没有跟你谈统一 你还不能威胁我 你还不能强迫我 这就是张亚中要的 那么但凡长个正常脑子的人都知道 这件事情怎么可能能谈得明白 怎么可能能谈成功呢 但是为什么张亚中 以此却打出了很高的口号 来自于他为什么获得了这么多两岸网民的支持 一个是大陆方面的网民的支持 因为他谈的是大陆人的心声 大陆人很多人不明真相的人 以为张亚中是要搞统一了 其实并不是哦 这是第一第二 为什么获得很多正蓝人的这个支持的原因 是在于这些正蓝的人是台湾的外省人 绝对不是台湾的本省人 如果有也是少数 我敢断定 为什么这么说 这些人希望国民党可以啊 能够回归那种正蓝的状态 也痛恨国民党的权贵 当然这种国民党的权贵一直被民进党拿来打国民党 而国民党本身权贵和派系之间的这些大佬们的邻力 在党内确实是真是 我相信很多正蓝的选民也能够看得明白 可是可是说一千到一万 对于选民来讲 对于网友来讲 对于那些外行人来讲 他们看到的仅仅只是你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我就支持你 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东西 这些所谓支持的人 他们永远都会支持国民党 所谓爱之深则之切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好 我看不得你不好 但是真正选举要选举是什么 选举跟打仗是一样的 是要赢的 你这些人支持有什么用呢 你能让国民党赢吗 你能让国民党最大化吗 利益最大化吗 你能让国民党重新2024获得执政吗 你能让国民党在2022 在六都选举当中大获全胜吗 谁能保证 所以无非是陷入在同文层的自嗨当中 而在这个自嗨当中 却有可能保证张亚中当选国民党 党主席 那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他手握掌握党机器 掌握六都县市 党的提名权 议员的提名权 立法委员和未来的总统副总统的提名权 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张亚中的形象 也代表着未来国民党的形象 未来在打选战的过程当中 这些基层的这些选民 这些基层的民意代表 是要把你的招牌打出去的 你张亚中如何在台湾的中部和南部 获得选民的支持呢 而且这我提的这一些东西都还没有在台湾民进党的这个选举攻势之下楼 民进党还没有动手的情况之下楼 你如何吸引那些潜蓝中间派和潜绿的人呢 所以这个是国民党基层党员担心的问题 所以才会把国民党 这个才会把张亚中送到考纪会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很多大人大陆人对于这件事情嗤之以鼻啊 觉得他妈的这个没有一个好东西啊 这个他们都不算人啊 我不爱看他们 可是我们需要看到台湾现在的一个选举的现状 透过这个现状来看到中美谈两国三方的关系 今天的台湾关系和大陆之间两岸的关系能不能好 在未统一的前提之下 取决于中美关系是不是足够好 所以在最近的这个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一点 两岸关系从蔡英文上台以来一直不好的原因 也是因为美国总统啊 前总统董王上台之后 一直包括现在的老拜登 一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啊 因为中美之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分歧和矛盾啊 从战略的这种合作啊 这个小大于竞争变成了竞争 大于合作甚至有可能会发生冲突的这种情况 那么你说台湾谁能做到 台湾的任何一个党主席也好 任何一个东西我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也说了 他们甚至连美国的军火商代表都不能说服啊 他们在他们面前跟狗嘚是一样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看到外部势力在台湾的政坛影响和介入之深 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事情 这些民意代表他们根本改变不了台湾现状 台湾的现状既是如此 所以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讲 如果他未来想在两岸或者说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未来想在两岸之间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稳定台海局势 首先第一你必须要重新获得执政权 也就是说你要成为把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必须要带领你的国民党 把你成为最大的在野党成为最大的执政党 这才是当务之急 而张亚中在这个问题上却选择了和这个事情没有关系的 两岸和平备忘录的原因 我现在只能猜测一件事 张亚中不管你 张亚中选上了 也会被人弄下来 张亚中没选上 也会收获他的声量 不管张亚中选上没选上 张亚中都是赢家 那最终的输家只有中国国民党 这也是为什么红秀柱会站起来批评张亚中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张亚中要被送到考纪会的原因 当然我不否认 国民党朱立伦的这个候选人做的真的是 狗哆不失 烂透了 国民党也烂透了 国民党就是一个烂党 就是一个百年的烂党 他在大陆的时候烂 他到了台湾的时候依然烂 甚至比在大陆的时候更烂 这我都不否认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件事 对于国民党来讲 包括红秀柱本人也在采访当中说了 那个你不胜权 你未来可以我们一起呼吁 虽然我们是少数派 为什么是这样 说实在话 在于政治 从事政治的人要看到的是眼前的利益 这是必须要看到的东西 而不是说我要行使怎样的愿景 你的愿景必须要结合实际能不能做到 所以为什么美国总统拜登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既想跟中国大陆搞这个降低关税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 他必须要做的比董王更激进 的原因就是因为在选举政治之下 他没有办法经受住 被董王刮起来的这阵反中旋风 之后共和党对于他的这种攻击 当然也或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你可以看到 这个事一旦形成的时候 他是需要把它慢慢慢慢慢慢把它摆过来 他不可能一下子直接这样摆过来 因为在选举政治底下就是这样 除非你有巨大的机器 你可以操纵所有的舆论 引导所有的民意 但是未必能够做得到如愿以偿 因为多股的力量都在这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即便是美国政府当中 有一些人希望和大陆缓和关系 但是总是会被一些突然间插过来的事情 突然间蹦出来的一些消息 有的时候会被打断的原因 也是因为这个样的原因 所以就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 这也是政治里面我觉得最好玩的东西 也最让人兴奋的东西 当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特别还是要跟大家总结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对于今天的我看到张亚中的所作所为 在我看来张亚中真的不是为了两岸众生扶植 如果他真的拿出诚意来 他会提出一个比较符合真正的统一的方案出来 但是张亚中却没拿出来 这是我第一个怀疑张亚中的动机 第二个我要怀疑的是一个问题 乍中你如何在没有获得成为国民党最高意志的人的前提之下 获得国民党党内多数人的支持之下 带领国民党重新掌握台湾的政权 同时拨乱反正 而不是清除你党内的问题 这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问题 今天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能看得出来 因为民进党 因为蔡英文执政了 因为蔡英文掌握了党众军所有的一切的东西 包括修改客纲 包括对于媒体的所有的操控 到今天为止蔡英文才可以做到 我想请问 你张亚中即便改造了国民党 你获得得了更多的人支持吗 还是当你成为国民党的最高的党主席之后 你将让国民党重新分裂 由一个现在狗蛋不是变得什么都不是 由现在的丐帮变为了海沙派和巨精帮 一个江湖小门派呢 所以为什么我在某种程度 如果我们调一个方式 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理解 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党内的很多的人 出来这样去把张亚中 企图要把他拉下来的原因 也在于此 他们考虑的是选举考量 而不是真正的在某种程度上 张亚中能不能带给国民党以心声 他们要的不是心声 他们要的是选胜 这是第一 第二 站在张亚中的角度 他也没有完全的站在国民党核心的利益 去考虑 他站在的是自己的核心利益 他完全沉浸在所谓的自我实现当中 自我名誉的收割当中 你真真正正看清了国民党了吗 你真真正正看清两岸 今天核心的关系在于 是因为你国民党没有办法阻碍民进党 或者说没有办法制衡民进党 让民进党一家独大 几乎把你国民党弄的 上无骗 下无利追之地 你在国民民进党 应该在两岸过程当中 有可能造成两岸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国民党没有力挽狂澜 这个才是你国民党最应该做的事情 你张亚中却今天把所有的问题归咎于两岸没有和平 是这个原因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估计张亚中 你也不会获得党内这么多人的反对 我们当然知道有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这个种团体 很多的利益组织 它内部很多的错综复杂 很多的这种个股力量都在于此 但是作为这一个组织当中的最高领导人 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你首先要做的是如何获得多数人 唤起多数人内心当中最渴望的东西 同时能够满足他们 然后让你的组织壮大 有实力之后 将你所有看不到的东西 看不惯的东西 或者说你认为不好 对于两岸不好的东西 全部一一把它拨乱反正 而不是在你没有获得能力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有 你手里什么都不是 你也不能代表国民党的最高利益 你也不能代表台湾人的最高利益 你也不能获得台湾的执政权 你也不能说服美国停止干涉台湾 你也不能遏制岛内的台独势力 我想请问你张亚中除了最后收获了 不管你胜与不胜 你都能够收获名誉以外 你张亚中还能获得什么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到这里 我是罗尼 我在中国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